PS5版的暗黑4是否支持鼠标和键盘 咱们测试一下 现在用手柄进入了游戏 我用的是无线鼠标和无线键盘 用的2.4G的接收器这两只 鼠标是雷蛇的Pro 键盘是科之的一款机械键盘 其实PS5支持市面上的很多键盘和鼠标 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不支持的 第一步我们先测试你的PS5是否支持你的键盘和鼠标 PS5前面有一个USB A口和一个C口 后面有两个USB A口 这样的东西叫A口 这样的接口叫C口 如果你长时间玩的话建议插在前面 因为PS5的后面特别烫 我刚才试了一下温度升的很高 我担心出现寿命问题 用了一个转接器给它转到前面 正好PS5前面一个A口一个C口 我们先插鼠标 注意屏幕的变化 看到了吧 这个鼠标被PS5识别了 这有一个鼠标的标志 但是不能左右移动 我们再插键盘的接收器 然后键盘左右它是识别的 我当前用的是这个账号玩的 比如选这个港幅账号 按一下鼠标左键 没有效果 但是它上面有一个鼠标按键 选中了之后 按一下键盘的回车键 刚才是鼠标分配给了这个账户 那键盘呢 分配给这个账户 但是鼠标和键盘 不管怎么操作 人都是不能移动的 现在这个主账号又有鼠标 又有键盘 但是它仍然是不动的 我们用手柄呼出这个菜单键 用键盘是可以控制的 只能控制左右 这是系统级的页面 但是在游戏里面是没有任何交互的 另外在游戏的菜单里 也没有任何关于键盘的设置 游戏设定操作和游戏设定 这里面都没有鼠标键盘的任何信息 后来我又到外网搜了一圈论坛和视频 都是一样的结果 虽然在今年三月份 安黑四测试的时候 安黑四的开发人员说 将支持鼠标和键盘 但是在实际的正式版里面 至少说目前是不支持鼠标和键盘的 但我感觉它应该是做了 只不过是被屏蔽了 理由估计也很简单 他们认为这种主机游戏 用键盘用鼠标 不对 用手柄已经很好了 就没有必要用鼠标和键盘了 今天有同学问我 其实以前也有很多同学问我 现在你们看到了吧 目前这个阶段 暗黑破坏神4的PS5版是不支持鼠标和键盘的 以后是否支持 未知 我看到国外论坛很多玩家在倡议 在暴雪论坛里面说 请愿吧 但是目前来说 还是这样一个结果 今天用的是新麦克风 各位感觉收音效果如何 读表辑 对 还好